最近天气忽冷忽热很明显感受得到气候是有别于往 而玉里东风种植文旦幼的果农就感受很深 因为每年三四月份是文旦幼开花季节 而今年三月之后文旦幼开花的灼果率是偏低 就算是顺利灼果了结果状况也不理想 幼农估计说今年中秋的文旦幼恐怕会少一半 幼农从地上捡起来一颗一颗的就是畸形果 应该五月就差不多结石累累的文旦幼 现在落果也有来不及长大就烂掉的 幼农表示很心痛 颱风来了也没有这么惨过 最近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它就一直落果一直落果一直落果 你看我看不到四分之一 今年的收成在五成下 今年的产能以我220克来算 我今年的产能大概剩下四成而已 我有100多克几乎都没有 这是我现在是主要 因为不止我大家都很多都是这样 文旦又有三月开花 但今年四月不但气温偏低 加上受到降雨量影响 导致文旦幼灼灼果率大幅滑落 只有往年的2到6成 另外种植柑橘类的农民也不好过 放眼望去整片农场 只有零星几颗小小的橘子 这个果率它会整串 你看今年就是 好像就是单独一粒一粒 好像几乎是不结果了 农民摇头说 就算目前挂在树上的果实 都能够顺利成熟采收 数量也只有往年的一半 如果又碰上台风 打落树上结果 中秋市场上恐怕很难见到花莲的文旦又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